继续来看娱乐焦点 台式转播第53届金马奖颁奖典礼 这个收视率出炉 全体平均收视4.17 15到44岁的有效平均收视4.2 总收视人口多达364万3千人 创下了当天全国收视总冠军 而全段每分钟收视最高点 是落在舒淇颁发年度台湾 杰出电影工作者赵德应得奖介绍影片 瞬间是飙升到了5.42 另外星光大道有竹丽叶 毕诺许等外宾的加持 每分钟的收视最高也冲到了3.27 哈喽各位大家晚上好 艺人舒淇优雅连身礼服亮相 麦蒙问好 办法年度台湾杰出电影工作者奖项时 全段每分钟收视冲到最高点5.42 收视人口近120万 颁发金马奖以后时 颁奖人冯小刚还故意慢慢拍揭晓 获得第53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的事 得奖的是 周冬雨 还有一位 马思纯 首都魄力由周冬雨和马思纯拿下金马双以后 也让收视来到5.35 多达118万人次观看 首都入围就拿下影地的范围 也有近117万4000人收看 收视率5.32 侯秀贤竹丽叶宾若许的风趣互动收视5.3 表演节目也创造收视亮点 李文具国际级的水准演出 也让收视飙到4.83 每回金马最吸睛的星光大道 全体平均收视也有1.96 有效平均收视1.91 吸引148万3000人观看 韩国男神宋陈县 本期金马奖由台式主频实况转播 全体平均收视4.17 15到44岁有效平均收视4.2 两项收视也拿下全国收视总冠军 线上直播收视观众也高达135万人次 大陆透过腾讯视频观看人数也超过4000万人次 金马奖魅力难以抵挡 记者综合报道